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打算和大家又說說宋代的歷史 我之前也說過我最喜歡的朝代應該是宋代 不過其實宋代尤其是北宋時期 他的開局也不能說太差 不過越玩就越變味 而當中其實曾經有一個機會放在他面前 不過當時的皇帝宋神宗就沒有珍惜 因此最後就落得北宋滅亡 這個正康之始的結局 而這個機會是什麼呢 就是我今次要說的 皇安石變法 沒錯 皇安石變法之前的北宋是怎樣的呢 宋代開始說他窮他一點都不窮 不過他的錢就要花費在很多地方 所以最終導致北宋的財政開支就越來越多 第一個重要的國策 就是因為北宋是採取這個眾民興武 與宋代夫共天下的這個模式 所以一旦你能夠讀書成功 考取科舉進去做官 就是一人得道 繼犬勝天 放在這個位置為什麼呢 那就是他做了官 那他家的親人都可以享福 不是享福那麼簡單 是他的家人親戚全部都可以做官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當時這個開國功臣曹斌 他過世之後 他換來他家族 有二十幾個人全部做官 有得這樣的嗎 是啊 那再加上呢 後來呢 因為眾民興武就擴張這個科舉 擴招 那加上有一些官員呢 就可以賣官肉酌 就是買賣官位 那所以呢 這個官員的數目 由開始的時候 宋真宗的九千幾人 去到宋仁宗時期 就是神宗之前的皇帝 就已經增加到一萬七千幾個人 那就是差不多雙倍了 這個官員的人數 那麼人數增加都不是個重點 什麼的重點呢 開支大了 是 是人工都多 而北宋時期的官員的人工 和我們今天的官員的人工 我特地做了一個比較 當時根據史書記載 宋朝當時一般的工人和農民 他們的平均月入是一千八百文錢 那麼基本上呢 已經可以養活一家幾口 而當時一個最低級的官員 就是九品芝麻官 他一個月你猜一下是多少錢 差不多一萬 差不多一萬 實際上是一萬二千文錢 等於一個普通工人農民階級的六倍又多 而去到宋仗就更加誇張 宋仗當時雖然是上權三分 但是去到這個職級的官員 月入是四十萬文錢 即是等於 剛才所說的一般打工仔的二百二十二倍 那麼相比於這個勇官 還有另一個重大的問題 就是勇兵 那麼在宋朝的初年 在我們的邊境地區 有兩個國家是主要的邊環 一個是遼國 另一個是西夏 那麼因為北宋時期 我們沒有了一個很重要的防守要地 就是燕雲十六洲 那麼所以 我們唯有派更多的重兵 在我們的北部的邊境那裡駐守 繼而再增加一些精兵 當時叫禁軍 去防守我們的首都東京 即是便糧 而且宋朝最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他為了防止農民起義 你覺得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給些田他們奸 不是 是招攬他們進來做士兵 所以每逢這個災連 無論是旱災還是水災 朝廷都會去這些災區 招兵買馬 等那些沒有飯開的青壯連 就進去做士兵 所以逐漸之下 宋朝在三個主要的重兵區域 分別是首都 即是汴京 然後防守遼國的邊境 以及防守西夏的邊境 三者加起來 一共有100多萬的士兵 這個士兵的數目 如何對比 由宋朝初年 即是宋太祖建國時期 只有37萬個士兵 其中禁軍是19萬 但經過了幾十年 這個數目已經翻了三倍 去到宋仁宗時期 全國士兵有125萬 其中禁軍更多達八十幾萬 基本上這筆士兵的開支 就是整個國家的一個龐大的負擔 所以加上這個勇官 勇兵兩者合一 就令到當時的宋朝 可以說是開支非常緊絕 講這個朝廷的支出很多 又講一下收入 在黃安石變法之前 整個宋代的收入 它主要有一個辦法 那個辦法就是 根據以往前朝流落來 唐代後期所實行的兩稅法 哪兩稅呢 一個就是最簡單 就是土地稅 就是填稅 另一個就是你所擁有的資產的稅 計出來的戶稅 不是還有商業稅嗎 商業稅在北宋初期的時候 就並未是非常發達 後期就比較厲害 但是你知道古代 你家裡有多少資產呢 就不同現在 你拿銀行傳接出來看看就知道 所以基本上無法股糧這個戶稅 最終就只有一樣東西收稅 就是填稅 所以自從唐代開始 為了擴充這個收入 就開始專賣制度 即政府可以說是與民爭利 將那些鹽、鐵 全部納入政府專賣 去到宋代都是繼承這件事 而且可以說是發揮得臨理進知 更加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些都是人的生活必需品 是啊沒錯 所以在宋代除了鹽、鐵和酒 這些人民的江衰之外 後來更加加入香料、繁等等的東西 都是進入了政府的專賣制度 而這個專賣制度的收益 更加是佔到整個政府的財政收入 60至70% 剩下的地稅為何佔這麼少呢 原來又是跟那幫勇官有關 因為按照朝廷的想法 只要有人耕田那塊土地就可以收稅 朝廷方面根本上沒有抑制過這個兼聘土地的行為 但是這個北宋的社會當中 什麼人最有機會去兼聘土地呢? 官員 是 正正就是那幫拿盡政府福利 但是又不需要去耕地的人 所以在宋朝的初年 交納地稅的一些自耕農大概佔二分一 那就是說稅收都還可以 但是去到人中時期 只剩下不夠三分一 不用交地稅的耕地佔了大概70% 根據宋朝與智大夫自天下的這個國策 所以最終出現的情況就是地稅不斷減少 也都沒有得增加的空間 本身的專賣制度的紅利 去到宋仁宗的時期已經差不多完結了 那當宋仁宗頭崩壓裂去解決接班人問題之後 最終上任的就是今集的第二號男主角宋神宗 所以去到這裏 去到這個王朝的中期 總要面對一個重大的問題 就是變法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變法 最成功的那個 我們之前都講過 秦朝的時候 對了 相樣的變法 因為這個宋仁宗在上任之前 其實他已經知道王安石這個人 那王安石是怎樣呢? 王安石他22歲就考取進士 但是就未符合流經的這個條件 所以唯有就下放去到地區工作 但是在地區上面 他用了很多前朝曾經使用過的一些政策措施 經濟措施 去解決一些社會的問題 那所以呢 本身在神宗上任之前 他已經聽到社會很多問題 聽到有些人去提議一些建議 原來的建議最終都是出自一個人的手筆 就是王安石 那所以呢 當這個宋仁宗職位之後 他就知道這個人是有料的 於是就將他召了回朝廷 就任命他做漢林學士 那並且就私底下 有一天散朝之後 就問王安石 究竟國家這個情況怎樣處理呢? 當時王安石就跟神宗說 陛下大宋有很多問題 士兵呢 大多數都是懶人 而官員呢 很多都是容人 至於理財方面呢 更加就不要說了 那好彩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身邊的國家呢 都是跟我們呢 半斤八兩 如果不是呢 就令到我們有危險了 所以神宗聽完這番說話之後呢 就希望王安石能夠給出一個新的辦法 去解決當時的困局 那王安石知道呢 曾經有個范仲淹的這個變法呢 最後很快就失敗告終 主要的問題呢 就是他直接觸碰到這個既得利益者 那所以呢 他採取另一套的辦法 可以說是一套理財的辦法 用我們今天的說法呢 可以說是以宏觀調控 和市場調節的方式呢 去解決當時的財政問題 那包括了這個方田軍稅法 簡單來說呢 就將所有土地重新漲量 量度他的大小 量度他的肥沃程度等等 最後呢 按照這件事呢 去重新編稅 清苗法 就是借貸給農民 在這個清皇不接的時期呢 可以得到低息貸款 軍書和市役法呢 就是將朝廷 庫房裡面的糧食 拿出來市場當中 去直接參與這個市場經濟 那還有那些補甲法和補馬法 基本上呢 就將基層的民兵呢 就放回去自己耕田 就不需要出軍糧了 那同一時間呢 仰馬職責呢 由本身的國營的這個馬場呢 就交回給普通的農戶 平時呢 他們自己可以用 到了戰爭的時候呢 就交回這馬出來給政府 還有一個呢 就是免疫法 只要你付錢呢 就能夠給政府找另一個人 代替你服力益 變法做了之後呢 這個清苗法呢 還有這個免疫法呢 紛紛都令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增 瞬間呢 已經突然間積聚了二十年 政府的財政收入 但是這次的變法 有沒有令到一些既得利益集團受損呢 它沒有開展了一些新的賺錢辦法 只不過呢 是從富商手上拿些錢回來 那問題又來了 當時北宋的時期 最大的富商是什麼階級呢 官員 正確 那所以呢 在這件事當中呢 就引發到 有另一派的人呢 反對黃安石的變法 其中一個呢 最出名的就是 小時候作爆的江舊人那個 司馬光 是啊 沒錯 那麼面對朝廷裡面 有兩派的人 那麼一開始的時候呢 黃安石可以說是世丹力弱 那麼背後支持他的神鐘 最後有沒有繼續支持呢 沒有 是的 在眾多的大神和黃安石之間 明顯他是選擇了 既然已經解決了本身的問題 倒不如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於是呢 黃安石變法呢 最終呢 都是失敗告終 而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呢 深層次的問題就是 其實黃安石變法當中 搞的很多理財的方式呢 在當時來說呢 都是做不到的 譬如說他想用市場的機制 去調節整個的政府開支收入 但是這些呢 用今天的說法來講呢 都是需要一個現代的金融機構 和政府的一個完善的財政機構去處理 以當時的一個古代的官僚架構呢 就算是支持黃安石的那幫新黨人呢 都是希望在從中呢 納取這個利益的 而且當中用很多行政指令 來直接干預這個商業運作呢 經過歷史這麼長的發展呢 大家都知道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都可能是矯枉過正 甚至乎呢 只是令到一些官員 為求達標做一些事情呢 去盲目地做 那譬如當中的這個清苗法 有些什麼人需要借錢 除非呢 是那個農民自己上門申請 否則呢 官員是根本上不知 最終呢 就會變成 隨便借了錢給一些人 就解決了這個任務了 所以歷史諷刺的地方呢 就在黃安石變法之後的六十年呢 正正就對現了 黃安石對神宗所說的那句說話 天下能夠太平無事呢 只是因為 遼和西夏這些國家呢 和我們呢 都是半斤白兩 不好得去邊的而已 那因為六十年之後呢 生活在白水黑山之間的女真人呢 就正式崛起 一一二七年呢 就發生正康之恥了 北宋呢 就面對著兩位皇帝 以及眾多的公室成員 以及文武百官呢 被人一次過抓去黑龍江的惠寧府 最終呢 宋室呢 就只能夠繼續藍逃呢 就後來建立這個的藍宋了 所以說呢 黃安石變化呢 和雙央最大的不一樣呢 就是一方面呢 他沒有將原本的利益集團全部剷除 或者去建立一些新的財政來源收入 更重要一點呢 是背後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皇帝 去支持他推展這個改革 所以正正是這樣呢 北宋呢就錯過了扭轉命運的一刻 因此呢就唯有出現了 漢人歷史上最大的恥辱 聖康之恥了 那今集呢 關於這個黃安石變化的故事呢 就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 留言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下次再跟大家講其他中國歷史吧 拜拜